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选情大家谈 在今天的选情大家谈里面 我们邀请到的是钻石吧的Council Woman 同时也是钻石吧的市长张玲玲 张女士来到我们的新闻现场 张女士您好 您好 张玲玲 我们知道您当过很多个第一 您是核桃谷水利局第一位女性的理事 您也是钻石吧的这个市议员 第一位女性 然后也是华裔 当上市长 那现在即将在11月4号 您有机会成为第一位在南加州的 这个共和党籍的这个华裔 所以您觉得在这么多的这些 不同的公子当中 您有学到一些什么 那您想在州议会里面做些什么 其实做那么多的那个elected office 有准备我就是上去萨克兰奥 要帮我们的华裔的声音 对不对 所以其实当了这么多的一一 第一之后 零零当了这么多的第一 当了市长第一 然后当了水利局的第一 然后现在呢 可以进到加州的众议会 当一个第一的众议员 而是由共和党提名的 如果今天进到了共和党提名这个位置之后 您想要为华裔做些什么事情 我知道我就是在社区里面问很多人他们的他们觉得我们加州问题在哪里 然后他们就是说需要更多职业 我们必须改变的经济 那个是第一 然后第二就是当然是我们教育非常重要 是 要改变 所以第一个需要改变的就是需要做更多一步的改进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工作 一定要把工作这些机会再次的提高 还有就是教育 教育是一定都要提高的 所以其实亚裔都非常注重教育 对 所以经济教育这两方面这两个议题 我相信在张文玲他也是蛮有经验 做于这么多公职当中 也是相当的有这个了解 那请问在您对所有的这些地方选举里面可能大家不太了解说 共和党民主党或者是连选区在哪里 因为我知道你很多的这些华裔的这些社区们是在你的选区里面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说哪一些城市里面 是您的这个选区里面 好 我有三个区域 Orange County, LA County跟San Bernardino County LA County有Diamond Bar, Walnut, Roland Heights, Sliver of West Covina, City Industry 然后San Bernardino County只有Chino Hills 然后Orange County是Yorba Linda, Brea, Placentia and La Habra 所以其实它是非常多的选区的 可是在这么多的选区里面 当然华裔民众居住的也不少 可是说实话华裔民众真的了解选情的 或是什么时候要选举的也不太清楚 林林在这边有什么需要告诉大家的 我就是想要告诉大家非常重要 一定要出去投票 因为大家现在都在看我们华裔会不会出来投票 然后It's our opportunity要表现得很好 对 尤其是现在都是我们现在可以发声的时候 唯一一个时间可以用你的选票来代表你自己的声音 让大家都知道 其实华裔在政治上面 其实可以占一个小小立足的地方的 对 当然林林她对中文也是蛮有见解 然后很容易也能够跟很多这些选民沟通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您的资格 您的背景像您是在这里长大还是怎么会有 对 我是在台湾出生三岁到美国 所以我会成为第一位在台湾出生的加州众议员 然后可能也是第一位会讲台语跟中文的 对 对 对 是 然后我 过去十年我是少年科学中心的总裁 所以也有那个经验 所以其实在教育方面您也是颇位有经验的 所以其实在过去的十年之间 您也在 您刚刚提到了是哪一个青少年教育中心 还是科学中心做了它的总裁 对 科学中心 科学中心 科学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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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非常重要 对 其实那个对亚裔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对亚裔来说 教育不单是重要的一个科目之一 当然啦 科学 数学 尤其是像其他的这些科目 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当然啦 11月4号选民的支持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其实玲玲所做的都是要听选民的声音 选民的声音达到了 她才有办法在众议院为所有的华人发声